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1号消息 阿塔政府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表示 所有外国军队都已经离开阿富汗 阿富汗全国处于阿塔的完全控制之下 纳伊姆受访时透露 最后一名外国军人已经离开阿富汗领土 现在全国所有地区都处于阿塔控制之下 我们的国家已经获得自由和独立 俄媒进而指出 截至目前只有潘杰西尔省还在北方联盟的领导下抵抗 拒绝承认阿塔政权 而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了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 当地时间8月30号 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2票弃权的结果 通过了一项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 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决议强烈谴责了8月26号 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袭击事件 并重申在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 要求不得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或攻击任何国家 或庇护或训练恐怖分子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努力 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并呼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救援 全面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进入阿富汗 以确保援助能够送达至所有有需要的人 决议还重申维护人权的重要性 尤其是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 并鼓励各方通过谈判寻求政治解决的方法 鼓励妇女充分平等地参与其中 决议中还希望阿塔能够遵守之前的承诺 在美军撤出后 允许所有外国国民和持有其他国家旅行政见的阿富汗人 安全离开阿富汗 决议中还表示 注意到喀布尔机场周围危险的安全局势 并对情报显示 该地区可能发生更多恐怖袭击表示关切 呼吁有关各方与国际伙伴合作 采取措施加强安全 使喀布尔机场能够迅速和安全地重新开放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 阿富汗近期乱局 同外国部队仓促无序地撤出有直接关系 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识到 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 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 当前 阿富汗国内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安理会结合形势发展 进行充分协商 就如何帮助阿富汗 恢复和平稳定秩序 探寻有效出路 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同时 鉴于阿富汗当前局势脆弱敏感 未来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安理会采取的任何行动 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 有助于阿富汗局势平稳过度 而不是重现动乱 有关国家于上周五傍晚散发了决议草案 要求周一就要行动 中方对通过决议的必要性 紧迫性和草案内容的平衡性 都有巨大疑问 尽管如此 仍然建设性的参与磋商 并同俄罗斯一道提出了重要合理的修改意见 遗憾的是 我们的修改意见没有得到充分采纳 当地时间8月30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美国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发表讲话 布林肯表示 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存在已经结束 美国与阿富汗的外交新篇章已经开始 鉴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 美国已经暂停了在喀布尔的外交存在 同时 已经组建新团队管理外交事宜 包括领事事务和人道主义援助等 相关业务将转移至卡塔尔多哈市进行 据喀布尔新闻网消息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最后一批美军撤离后 喀布尔机场附近发出密集枪声 当地媒体最初误认为是发生交火 后继核实 使阿塔人员名枪庆祝美军撤离 结束为期20年的战争 20年来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造成了十多万平民伤亡 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平均每天造成6000万美元的损失 世界银行说 2020年援助资金 占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42.9% 阿富汗经济脆弱且依赖援助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 该机构在阿富汗粮食库存即将耗尽 急需资金镇进民众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达内什侨说 阿富汗人对美国很失望 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战争破坏和贫穷 美方近期对伊斯兰国进行的报复袭击 造成无辜平民伤亡 我们呼吁美方不要对阿富汗平民聚集区 进行无差别轰炸 面对阿富汗国内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国际社会有必要同阿塔进行接触 积极引导 国际社会应该向阿提供急需的 经济民生人道援助 帮助阿新政权构建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 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 尽快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中方一贯重视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问题 强烈谴责近期发生在喀布尔的恐怖袭击 此次袭击再次证明 阿富汗战争并未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标 外国仓促撤军 很可能给各类巨阿恐怖组织卷土重来 提供可乘之机 我们希望喀布尔机场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有关人员的撤离能够平稳顺利地进行 有关各方能够加强协调 共同防范新的恐怖袭击 阿富汗绝对不能再度成为恐怖主义发源地 和恐怖分子集散地 这是阿富汗未来任何政治解决方案 必须坚守的底线 希望阿塔切实履行承诺 彻底切断同一切恐怖组织的联系 各国应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 坚决打击伊斯兰国基地组织 东伊运等国际恐怖势力 坚决防止其在阿富汗聚集作乱 在反恐问题上 绝不能奉行双重标准 也不能采取选择性做法 8月29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 通电话 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 布林肯表示 在美从阿撤军撤侨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 美国认为 安理会应该对外发出明确声明 统一的声音 美国认为 安理会应该对外发出明确统一的声音 表明国际社会期待阿塔 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确保阿人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确保阿领土 不能成为恐怖袭击测源地 不能成为恐怖主义避风港 王毅表示 阿富汗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各方有必要同阿塔进行接触 积极引导 美国尤其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 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 帮助阿新政权架构 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 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 尽快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事实再次证明 阿富汗战争并未实现 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标 美国北约仓促撤军 很可能给各类巨阿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 美方应该在尊重阿主权独立的前提下 拿出实际行动 帮助阿 制恐 止暴 而不应该搞双重标准 或者选择性打恐 王毅说 美方对阿当前局势的成因是清楚的 安理会如果要采取任何行动 都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 有助于阿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现动乱 布林肯表示 理解并尊重中方在涉阿问题上的关切 对于中美关系 王毅表示 近期中美就阿富汗 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 对话比对抗好 合作比冲突好 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 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 如果美方也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就不要再一味地抹黑攻击中国 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美方应该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 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 王毅说 中方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 近日炮制出台的 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 政治溯源是美国前政府留下的政治包袱 美方越早卸下这个包袱 越有助于走出目前困境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 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 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议 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 布林肯表示 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 指责任何国家 作为大国 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 彻底调查病毒源头 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 美方愿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 以上请示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前面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